朋友们大家好,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段时间随着连续的降雨 尤其是咱们大棚的种植核 棚内一旦进水以后 应该怎么样去做 去避免咱们这个作物受到更大的影响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像我们这块也是在前几天连续的下雨 这个棚内进水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无土栽培 相对来讲受到的损失还是比较小一点 用这个带桩这个机制以后 它这个相对有一个高度 它吸水的时候比正常土壤吸水要慢 当然了我们这一块 你看这个就是一株受到危害这样的一个情况 已经出现了经济腐病 大家能看到吧 就这一块已经烂了 这个就是原来这个水 有些这个带桩栽培的时候 有些这个地势比较挖 你像这一块的地势比较挖 那么水就已经淹过来了 盖住这一块了 所以说它就会导致一个 这个经济腐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么一下雨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第一个就是棚内进水以后 我们快速的去进行一个排水的一个措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天气稍微一转情 我们马上就要 要么是灌根 要么对咱们这个经济部 就这个位置 对这个经济部这个位置 要进行这个喷洒药液 对这一块进行喷洒药液 那么我们常用到的这个药剂 可以去使用这个甲霜恶美磷 再加上一些这个戴森猛星 这样的一些药 再配合一些生根的 比如说庇护啊 或者说是这个盈多丁酸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生根的药剂 然后呢 去进行灌根 或者说对这个经济部进行喷磷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呢 就是我们的同时天气转清以后呢 必须要上这个遮阳网 因为现在呢 才刚刚进入这个九月份 中午这个温度 还是比较高的 本身呢 咱们这个水呢 虽然说排出去了 但是说土壤这个含水量 还是非常高的 几乎呢 可以达到90%以上 这个含水量 目前 所以太阳一晒以后呢 它容易一个起热 也会烫上咱们这个经济部 根系也会受到一个影响 所以说建议呢 咱们呢 要上这个遮阳网